好,吴亦凡二省维持原判,坐牢十三年,然后驱逐出境,是吧,滚回加拿大,其实今天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呢,我就忽然想明白了,为什么前几天啊,有一个叫都美族曾经雇运过的这个写手呢,会站出来写长文,替这个吴亦凡说好话了,原来他的这个目的呢,是极有可能想趁这个二省之前呢,替这个吴亦凡的博点同情,然后让这个法院可以网开一面嘛,但是没有用,为什么没用啊? 原因很简单嘛,这个都美族的这个写手的话呢,站出来去忏悔,暗示都美族自己就不干净,同时又是个心机很重的人,自己没着良心帮助这个都美族去打这个吴亦凡,然后他感觉良心不安了,有点对不起吴亦凡了,咱先不说他讲的这个东西能不能立得住脚,哪怕说的是事实呢,你这个跟吴亦凡强奸,巨重淫乱的这个犯罪事实有任何关联嘛,你就,你能因为你讲的这个事实,吴亦凡就没罪了嘛,两码事情嘛, 他还是犯罪,既然是重罪的话,就得重判,一点问题没有的,说这个二十人维持原判的话,判的太对了,就应该这样,因为这个案子的这个全程,我们可是太清楚了,因为当年我是全程对这个事情做了这个追踪报道的, 他先是2021年前年嘛,一晃两年过去了,你看,都美族连续发了多条微博,炮轰这个吴亦凡,潜规则都为女生,当然他也说自己受到了伤害嘛,甚至是这个被吴亦凡这个糟蹋的人里面还涉及未成年人呢, 炮火一次比一次猛,那吴亦凡这边呢,很快在这个2021年的这个7月8号,就向都美族这边发律师函,要告都美族嘛,但结果呢,非但没有让这个都美族收手, 甚至都美族这边10天之后,也就在18号那天还写了一篇大决战,决战书,大家还记得吧,说自己有吴亦凡的这个犯罪记录,让吴亦凡在24小时内来开记者会,然后宣布退出中国娱乐圈,并写道歉信,全网公开,并让他这个立马离开中国嘛, 然后吴亦凡那个绰号,也就是说类似决战书里面提出来的,那么这个都美族18号发完决战,19号吴亦凡这边就微博回应了,是吧,还说这个都美族是造谣,所有指控他都不认,并说那句名言,如果我有这个这类行为的话,请大家放心,我自己会进监狱的,结果好了,最后发现这个娃娃蛋不管,不光做烂事了,而且做了烂事之后还在公然说谎, 那一看吴亦凡自己呢,都讲得那么硬朗,好了,他的这个粉丝后援会不是也发表声明了吗,开始教育网友,吴亦凡全体粉丝拒绝接受任何互联网用户,毫无事实的这个,毫无事实根据,带着偏见,恶意的这个谩骂跟侮辱,我们也同样要用这个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这个人格跟人权嘛,狗屁人权,狗屁人格,而且这个7月19号那天,那吴亦凡方面还干了一件很蠢的事情,自己去报警了, 原本是想通过这一系列的这个公关手段,把这个事情给压下去的,颠倒是非嘛,但是当天呢,他越是压,网上就越是出现不同的这个网友,同时赛出对这个吴亦凡不利聊天记录嘛,继续攻击吴亦凡嘛,接下来整个案件最精彩的呢,是7月22号那天,朝阳警方呢,就公布了一份这个警方通报,告诉了我们公众啊,就是他们发现了两个非常惊人的真相,就是我们总以为啊, 这场战争的这个双方呢,只有都美族跟吴亦凡两个人嘛,但结果发现,在都美族跟吴亦凡中间,居然还有好几个为都美族写文章的写手,你比方说这个都美族在这个网上咔咔写那些战斗文章啊, 基本都是由都美族的一个朋友刘某,以及一个叫徐某的这个网络写手写的,都美族这样的干的这个主要目的是什么,是吧,也不是他自己讲的那么损盛,警方通报里说的非常清楚,都美族就是想,想在网上呢,公开于吴亦凡,是吧,交往的这个过程,以提升网络知名度嘛, 当然最具戏剧性的还有另外一个真相,就是在都美族跟吴亦凡这个斗争进入这个白日化的这个时候的话呢,就冒出了一个叫做刘某条的这个骗子,这个人呢,就是通过账号,不同的账号,不同的名字,在都美族跟吴亦凡这边的两头骗,最后他的骗书呢,被吴亦凡的这个母亲识破了,吴亦凡的这个母亲呢,他以为捡刀枪了嘛,可以记住这个骗子,把都美族一伙连根拔起嘛,于是这个事情最终还是由吴,吴亦凡的这个母亲呢,他以为捡刀枪了嘛,可以记住这个骗 吴亦凡的这个母亲亲自去警察局报的案呢,警察一查,好,真相打败,但与此同时呢,也正是因为这个警方一介入调查,把相关证据啪一看一抖,起先查的是都美族是否曾在敲诈勒索案嘛,深入一查,就把吴亦凡强奸,居中淫乱的这个犯罪事实呢,给查出来了,然后七月末的时候,吴亦凡的话,直接就被警方逮捕了,一逮捕之后好了,粉丝先黄,一部分脱粉,一部分呢,说是要去解法堂之类的啊, 然后那会儿更可笑的,还有一些有头有点的这个名人呢,那边说那个奇葩说的马薇薇,著名的作家溜溜,一开始都在挺吴亦凡啊,甚至为了吴亦凡还不行跟网友对吗,结果好了,这帮糊涂蛋全部出来道歉,微不还被禁言呢,那后面八月份开始的话,很快什么中国电影家学会啊,什么中国这个音乐家协会啊,中国电视这个艺术家协会啊,都出来跟吴亦凡的就划清界限,然后像爱忧藤啊,全部去下架吴亦凡的这个,这个视频作品, 然后这个案子是第二年的这个六月份正式开庭一审的,十月份就被判十三年,而且这个判决之后公布了一些细节,这个王八蛋先是把人灌罪,然后再实施强奸了嘛, 当然吴亦凡实际上受了这个惩罚的话,远不止说做老十三年那么简单,十三年太轻饶他了,他进去之后啊,一是摊上很多官司,像曾经合作过的这个品牌,像什么加斯伯啤酒不就告吴亦凡了嘛,最重要的是吴亦凡后来也被查出有偷税漏税的这个行为,被追缴税款跟处罚加一起六亿元,自己在上海的这个上亿元的这个豪宅也挂牌出手, 到最后呢,他的这个公司七七八八都死掉了,到今年七月份就只剩下一家公司续存了嘛,所以说就这么个恶人啊,第一个,你说该不该维持原判,该的,第二个,在这个故事当中,都美族的那个邪手站出来替吴亦凡说好话,你不管是从乏力上,还是说是事态人情上,要不要卖这个人的这个面子啊,卖个狗屁面子,你有什么好好卖面子,就这帮人,我就这么讲好了,整个事件当中,从吴亦凡到都美族,带到都美族的这个邪手, 再到两头骗的那个诈骗犯,再到为吴亦凡摇旗呐喊的那些人,是吧,再到吴亦凡的这个粉丝,还有就是吴亦凡那个母亲,有一个是完整的好东西吗,一个完整好东西都没有的,是不是啊,当然吴亦凡的就是这一个,这个事件当中最恶劣的一个人,最大的这个恶人啊,最大的恶人受到最大的这个惩罚,啊,进去缝纫机踩到冒烟,把这个监狱里面的大碗宽面的吃个沟,关他十三年,再把他一脚踢回,这个人渣踢回加拿大, 就是这个人最好的归宿啊,该有的归宿啊,感谢法律,感谢正义,你说呢?